大众加NPV不好卖 没有道理 那么威阳在广州车展同样是迎来了中期改款的车型 不过刚才我们围绕了一圈它的外观 好像并没有发现它的一些外观上的调整 但不得不称它外观还是好看的 根据我们在拍摄之前了解到它 最大的变化还是在类似部分 虽然它外观上面好像没有调整 但是我们打开车门就会发现 其实它是新增了一个电动踏板的 而这个电动踏板其实就很好的缓解了 它作为一款NPV地台比较高的一个缺点 因为它是跟图昂SUV共现生产的 所以这个比较高的地台一直是它比较诟病的一个地方 但加了这个电动踏板之后确实是有效的提高它的便捷性 打开车门印入眼帘的依然是这一套非常高级的白色类似 包括它座椅等等的一些缝线的做工都是我们德系车该有的一个高级水平 而这一次中期改款改变最大的地方就是它的一套中控了 那中控部分的调整最明显的应该就是这一块大屏了 它是从之前的内嵌式改成现在的一个悬浮式 而且尺寸上面也是有增加的 再其次就是它中控的这个区域 之前也是比较传统那种拉杆式的换挡机构 那现在也换上了这个大众家族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电子胆杆的换挡机构 那同时呢它抬高这里之后呢 节省了一部分空间 再往下面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那在实用性上还有一个科技杆上 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那来到后排呢同样可以发现就是空调机构这边呢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升级的 再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它后排的整张独立座椅 同样是非常的高级 配置依然是很顶的 但是呢它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空间上啊好像并没有其他同级的MPV那么有优势啊 因为它作为一款5米多长的一个MPV 好像在空间上依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夸张或者那么的舒适 那之所以它第二排跟第三排的空间比较一般的话 最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空间布局里面 把太多的空间留给了这个后尾箱了 当然你作为一款MPV车型出行的时候可以拿很多东西 但是你乘坐感受上好像并没有那么享受吧 所以作为一款5米3的MPV来说 它的空间表现好像并不如消费者的预期那么高啊 虽然说它的一个中期改款之后 类似部分或者说中控部分的升级是挺明显的 但是呢空间依然是没有调整这个比较遗憾 所以说我觉得空间部分可能就是它卖的不是很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吧 不过呢对于它的外观对于它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有信力的 谢谢大家